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做棒棒糖 那棒棒糖之前其實有教過一條氣球的囉 但是棒棒糖有很多種折法 我們之前也說過一個東西它其實有不同的折法 有的時候你看到第一種呢 你不見得會喜歡 但是你看到後面的不同折法 搞不好你就選到一個你特別喜歡的 或者是你搞不好又自己想到其他的變化 可以讓它更可愛喔 棒棒糖呢 我們用亮一點的顏色 我選的是黃色加橘色 那棒棒糖的話我們大概灌六下左右 留五根手指頭長 首先呢把兩個氣球綁在一起 輪流要用這兩個顏色做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一層一層的嘛 中間呢 那我們先選其中一個 那我選黃色 黃色呢 先做一個熊耳結 再做第二個熊耳結 再來換橘色囉 橘色拉上來 橘色呢做兩個單炮 小一點的 大概兩根手指頭長 好就回來了 這樣 再來又輪到黃色啦 黃色呢 直接繞過去一圈 直接繞過去一圈 好 再轉回來 再來換橘色 繞過去一圈 再來換黃色 再來換黃色 好那沒有多剛剛好的話 直接綁起來 中間呢 當然壓在裡面 如果你拿來這邊 悄悄打打呀 欸它閃掉了 沒關係齁 它中間整個閃掉都沒關係 你就是把它再 卡進去就可以了 那像我這種做法呢 欸 尾巴會比較長 齁 拿起來比較長 可是如果你想要 欸棒棒糖 它就是短短的很可愛啊 你可以這邊就 剪掉 或者是 你就不要留這麼長的 氣球 你在灌的時候 你就稍微 灌少一點氣 這樣 那要記得喔 如果你是 橘色灌少一點氣 你就是黃色先開始 做熊耳結 那如果你是要 黃色當手柄的話 那就是橘色 喔 當熊耳結 當手柄的那一個 就是稍微氣灌少一點 這樣子學會了嗎